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人》《前书》第十三章第七节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在石安开始的时候 都有很多熟灵怪人和熟灵白兔 他们多时都会帮教会制造了很多人事问题出现 甚至有很多外面搞一些厂 甚至要牧师处理 牧师当时都是先信任他 然后慢慢观察是否也是这样理解 因为原因在我信任一个人的时候 起码初阶很多时候 大部分教会的人初阶都走向善 只不过当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才变卖 这是第一 第二有时在这件事当中是没有办法清官难審家庭 你无法分辨他这件事 究竟他是善意还是恶意 或者是好心做坏事 你无法分辨 那我就相信是最好的人 但我不是一种迷信式 是不是我都知道他做坏了 因为始终你处理的时候真的有些问题 你想打烂沙盆蚌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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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可以说他对信仰看得通不通 如果他对信仰看得通 他知道原来信仰真的是 其实是他内心和真正的需要 而不是说犯罪才是真正的需要 甚至是自私自利才是真正的需要 这些人始终都是 就算走得慢 但他也走得好 走的方向也是对 这样 起码不会失望 几十年后 你会看到他会成为其中一个同心的同工 这样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慢慢建立一个社区 一群的人 他们是喜欢活在善良里面的 因为事实上如果我用这个方向去行 鼓励这个方向去行的时候 最后你留在你身边的那群 都是最善良的那群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身就向这个方向去跑 但如果你孤悉那群 根本由头到尾都是自私自利的话 那你想一想 留在你身边的那些是什么人 到晚年的时候 但这些是我亲眼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 亲眼看到很多其他教会就是这样 他们全部留在 主日都说 他不是留在一群羊在他身边 而是留在一群狼在他身边 结果就是 牧师经常都说受到伤害 经常都是自怨自哀 经常都觉得神对他不好 原因就是他自作自首 在他的过程当中 在面对每一次confrontation 就是每一次管教 或者面对每一次磨擦的时候 究竟他拿着一个什么本心去作出这些决定 去作出管教 还是他根本是拿着一份私心去管教 觉得这个人有很多奉献 所以我不管教他 我不太标准了 但到最后 其实最真正受害的 是他自己 因为人中是什么去收购什么 虽然是很复杂 人情事理虽然是很复杂 虽然在这么多年当中 人与人相处的时候 尤其是越多人的教会 时间越长 很多时候那件事 就更加难定论 那个是更加尴尬的 有些事情你不处理开 你以后就算越来越严重 你都不再处理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累积了一个死角 但如果每一次你都真的愿意处理 而处理的每一次都真的 心思宿虑 是向着圣经所说的方向 最后你围着整体 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向善 但因为大部分向善 所以唯一向行恶的 你很快就会被淘汰 他比身边的淘汰也好 或者自己越来越觉得 生活在你们当中很有压力 和你们一齐相处很有压力 他会直接说 原因是 为何非我逐类 每个人都明明 由头到尾 起居生活都要到处压人 以前都压到少少 现在就不行 现在个个都看穿他 又懒又爱的仆人 自然你要看到 最后这个群体 真的好像圣经说 当你走在神的话当中 这个教会就是用水直着道 就将教会细成了 那么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七节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 你 求能成就真理 这情我逐世信气 现为神传活最引起 只盼真诚 罪着上帝 心坚守真理 沉着你说话 尝尝我以念你 珍惜的喜 跟我书脚中 传言奉献 心先敬谦卑 一生信我你 道人 梦塞心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